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面不重慧的脚本插件 就是这个Face Editor 这个插件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人物全身图或者半身图脸崩的一个问题 它也可以一次性地修复完多个人物脸崩的一个情况 就类似于这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脸崩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后边这张图是我们使用了插件之后 这些人脸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修复 两张图它的一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插件我们要怎么去使用 首先要进行安装 它的安装也是分两步的 第一步我们需要去安装这个Face Editor的这个插件 第二步是需要去下载这个插件所对应的一个模型 首先是要进行这个插件的安装 我们可以回到这里Stable Diffusion 点这里的扩展 我们可以从网址安装 你可以把这个地址复制粘贴过来 这个地址我会分享到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 然后你粘贴好了之后 你直接点击这里安装 它就可以下载到相对应的那个文件夹里边了 如果你因为网速的原因 然后在这里安装不下来 那你同样可以把这个就是地址在浏览器打开 就可以进入这个页面了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图标 你点这里download的你就可以下载它的压缩包 下载后的压缩包你要进行一个解压 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 我就不再下载了 解压后的文件你要放到这个位置来 就是你首先要找到你的webui的一个根目录 找到你的这个extensions 就是这个文件夹点进去 然后你把你解压过后的那个文件夹 然后放到这里就行了 也就是这个文件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 就是这里有一个下载的一个命令 你可以进行一个复制 就是点这里 然后它出现这个勾的字样就复制好了 然后你回到 回到你的文件夹 就是找到webui的根目录 然后进到这个extensions 这里边来了之后 你点这里 输入powershell 回车 就可以进入这个窗口了 然后在这个窗口里边 你输入get clone 然后把我们刚刚的那个下载地址 复制粘贴过来 这里有一个get这样的一个字符才行 然后你弄好了之后回车进行运行 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face editor这个文件了 当然我这里就不运行了 因为我有这个文件了嘛 我就把这里关掉 就是这个插件你安装好了之后 那么下一步就是它的一个模型了 对吧 那这个模型我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压缩吧我会分享给大家 它解压之后 你进去就会有两个文件 下边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 那个face editor的那个插件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到这里来 就是extensions 然后这个文件夹下边 也就是这个文件 我就不用给大家说了 然后呢 上边这个文件是这个插件所需要的模型 然后这个文件夹你点进去 它里头有两个模型 你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要找到web UI的一个根目录 然后在这里找到models 然后找到跟这个模型名字 就是这个文件夹的名字相同的一个文件夹 就是gfpgin 也就是这个文件 你找到这个文件之后点进去 你把刚刚的两个模型进行一个复制粘贴过来 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 我就不替换了哈 然后粘贴过后就是这样的 它是这个文件夹和这个文件夹 当然的话 像你使用秋叶大佬的整合包 它是放了相对应的一些模型 就比如说这个 它是放了这个的 然后模型和插件你弄好了之后 你重新启动你的web UI 然后它就会有这个了 你要点这里的图生图 它这个插件它只能在图生图里头使用 然后再找到这里的脚本 你点这里face editor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插件了 那这个插件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 它这里边到底是些什么 第一个设置是检测的最大人脸数 这个值是从1到20进行设置的 也就是说这个插件最大可以同时检测到20张脸 第二个值 它是人脸检测的置信度预值 它的这个数值是从0.7到1进行设置的 如果要检测更多的一个面孔 或者是人物脸比较小 这个人物离画面比较远 那么你这个值就要设低一些 不然这个值太高了 可能检测不到脸 如果你画面人脸很近很大 那么这个值你可以设高一些 0.8 0.9都OK 然后第三个 这个是放大指定面部时 裁剪面部编具的大小 从插件介绍来看 可能会改变脸的宽度 作为新手我们就默认 那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插件它的一个介绍 我们往下拉 你看这里就是它的一个设置 如果其他值不变 这个值再改变1.0 1.2 1.4 1.6 它生成的脸是有细微的一些区别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第三个设置 那么下边这里是脸部的一些描述词 你有需要可以在这儿进行设置 没有需要就可以默认不管它 然后这里是脸部的一个去造强度 也就是脸部的重会幅度 它跟这里的重会幅度是一样的一个原理 只是说这个是脸部的重会幅度而已 那么这个值它太小了 可能达不到面部修复的效果 可能跟原图就差不多 那么这个值设置的太大了 这个脸就可能变形 难以于整幅 整幅那个画融为一体 就是这个值的一个设置 一般来说就0.4,0.5,0.6 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值是面罩的尺寸 它的值越大 那么它可以修复脸部以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儿 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的那个面罩的一个大小尺寸 是不一样的 它就可以修复脸部以外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修复新面孔 于整个图融合的一个遮罩区域的一个大小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的一个设置 然后第七个这个蒙版模糊 然后它是修复新面孔 于整个图像融合时模糊区域的一个大小 就是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人脸跟那个图融合的不好 你可以改变这两个值 然后最后这个呢是整个图像的重绘幅度 因为我们只需要就是变脸嘛 这个值可以设置小一些 如果你的那个边界线太突出 可以增加这个值 然后这里是展示生成的步骤 我们可以勾选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件 就这个插件它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在纹生图这里 然后生成一张图 这个我用我上次的吧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生成一下 它这里是我生成的是这样的一个全身图 For body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种图很容易崩掉 就是那个脸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张脸是不是很奇怪 对吧 那我们就使用那个插件进行修复 我们把这个脸发送到图生图里边 然后往下滑 然后点到这个脚本 然后这个脚本进入这个face editor 这个不用我说 刚刚已经点过了 对吧 然后这个插件你看一下这些设置 然后差不多之后 你再点击这里进行生成 然后这里就检测到这张脸了 它的第一步其实就是检测到这个脸 然后将脸调整为这个512x512的图 然后再运用图生图 创建新面孔的一个图像 也就是这个 你看它这个是创建出来的新面孔的这个图像 然后它再将这个图像粘贴到圆图的那个位置 就是这个是那个遮罩的一个尺寸嘛 然后把它粘贴到圆图的这个位置 但是粘贴过后 你看这里 它其实是有一个方框的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这里就是有一个方框 那么下一步 它就是把这个方框给去掉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遮罩 也就是说 它是遮盖除脸部以外的一个内容 然后进行修复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修复完的这张图 它就没有那个遮罩了 看到没 就没有那个正方形 但是还是有一点 如果你确实觉得这里有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到那个 inpente里面 然后去处理一下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的一个形式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生成的是一个横向的一个图 我们刚刚还没有对比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脸其实已经好了很多了 你再看这个人脸 是不是非常奇怪 然后你再看我们 面部修复过后的 这个人脸就会好很多了 这是这个插件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 它横向的一个设置 怎么样 比如说七六八 然后五一二 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然后这个是我生成的横向的全身图 我一样这个脸是绷得没办法看 然后我们同样把它发到那个身图里边来 然后下边我们基本上也不用去更改了 然后你点这里进行生成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人脸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脸 是它修复过后的那张脸 然后你看 它这个是修复过后 整张脸是已经好很多了 就是不会像这张图绷得那么严重 对吧 这张图完全畸形了 然后修复过后的 你看这张脸就正常了 正常了很多 当然的话 你觉得还不够精细 那你可以把它发送到这个身图里边 重新再绘制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是这个插件 大家可以下来去了解一下这个插件 去用一用 看一看效果 那我这里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这里就先给大家看 我这里就先给大家看